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个花言宝颤在颤法之中 其实在亚洲也很少人在礼拜这个花言宝颤 相信大家会觉得大部分这个颤法 大部分它的礼拜的方式 是跟这个梁黄颤 水颤是一样的 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于 唱诵花言字母 那么这个花言字母是我们汉传佛教 饭拜里面很特殊的一个饭拜 之前大家来参加水路法会 知道水路法会它有它的不同的仪轨 那么花言字母它的这个仪轨 它的依据是在《华言经》里面 《善才童子53餐》里面所记载的 那我们先说这个华言字母 善才童子当时他向53位的菩萨来学法 其中有位菩萨叫做众义童子 那个众义童子 他的既然这个名字叫众义 大众的众 义数的义 就代表他通晓五名 各种的世间的技术 他都非常了解 尤其有一项 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说 叫做语言学 在以前叫做声明 五名里面叫声明 现在叫语言学 或者叫声韵学 那么这个学问 在我们跟众生沟通的过程里面 都必须用到 所以众义童子 在善才童子来跟他参学的时候 他就将华言字母 传授给善才童子来学习 那么这个42个字母里面 每个字母都有它甚深的意义 那么有人就说 师父这个字母 有没有办法解释 各位在古代翻译里面 有几个原则 其中一个原则就叫做 秘密固不翻 这个意义太过深远 用语言去解释 解释不来 于是古德就干脆保留他的原因 那么他的意义 必须是你自己 不断地修持 最后震入的时候 你自然了解意义是什么 不过在华言字母流传到 既有华言经流传到中土以后 慢慢的我们可以 小了它里面的一些的含义 在我们唱华言字母的时候 第一个字母 大家记得吗 那个字是什么呢 就阿这个字 在我们的所谓的密教的经典里面 或者论著都有提到这个是 阿这个字能生一切万法 最后一切万法 还回归到阿字中 那么这个阿当然不是 我们现在看的中文的这个阿 而是梵文的这个阿字 用佛法我们如何去体认这件事呢 各位我们姑且 用比较表象的东西 大家来去体会一下 阿这个字呢 如果我们用英文来看 这个字母 它也是26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那么阿后面 如果加上其他不同的字呢 那么这个阿本来 它就是一个字母 当加上其他的字母之后 它的意义就不一样 加了几个字母以后 变成Apple 或者是American 就是它因为后面的字母不同了 那么它前面的这个字呢 它的字母就赋予给它不同的意义 如果我们用中文来看 它这个阿的后面呢 如果加上阿弥陀佛呢 就变成阿弥陀佛 如果变成妈呢 变成阿嬷 如果变成爸呢 阿爸 所以同样一个阿字啊 后面给它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字呢 完全都不同的意义 但是啊 各位 这个字母的字啊 有没有变过啊 字并没有变过 只是因为后面的东西 加上去之后啊 变得不一样 但是呢 当你把后面加的东西啊 再拿掉来看呢 还是越南那个阿字啊 那么这个 运用到我们的法义上来怎么说呢 这个阿字啊 能生一切万法 就是代表我们的自信情敬心 我们的自信情敬心 情敬心在《华言经》里面说呢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如果我们想了解 三世一切佛 它的因地果德乃至一切啊 过去 现在 未来 未来佛在哪 就是各位 我们现在啊 现前所见的大家 那么三世一切佛 你要讲 你要怎么如何能够透彻了解 佛的心呢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先造 一切法界 它的本质呢 从心所造 所以 使法界啊 从哪里来 并不是老天爷给我们的 而是我们自己去造作出来 那么这个造作 行为又从何产生呢 从我们的心所产生 但是我们的心都是妄想 难道 妄想就是我们的本质吗 各位 不是啊 妄想并不是你的本心 昨天跟大家说过一个比喻 就像这个海水跟波浪 波浪它能够离开海水吗 没办法 如果啊 波浪离开海水了 还有浪这个东西吗 并没有 所以啊 波浪本质就是海水 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妄想心啊 它只是我们真心中的一个影子而已 各位 当你在太阳下 走来走路的时候啊 影子跟着你走 那么到底这个影子啊 是有还是没有啊 到底是有还没有呢 你说它有吗 的确看起来是有 但是呢 如果没有太阳 影子在哪里 那如果你说它没有吗 不过它又确确实实的有个影子 仔细去思维啊 其实呢 因缘所生法 有太阳 有一个物体 才有影子 如果没有的话 只要少掉一个缘啊 那么影子它就不会存在 再返归到刚刚所说的啊 一切法的本质呢 从心所造 那么因为呢 我们的心 跟一切的虚妄之法相应 所以呢 产生了种种的虚妄 所看 所见 所接触的一切啊 都是虚妄 所以呢 各位啊 我们 这个自信清净心啊 你要让它 这个阿字呢 就像我们自信清净心一样 你要让它成为 后面的这个字母啊 你要放给它什么 如果你放给它的是 一般的凡夫的名词 那么这个阿字啊 它就只是一个凡夫名词 甚至就是一个苹果 但如果你付给它的是 无量光 无量寿呢 那么它就是啊 欧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呢 以用字母啊 这个法义来看呢 为什么在每唱一个字母 后面呢 都会说 普愿法界众生 同入般若波罗密门 当我们学佛者啊 要不论你修行哪个法门 最终啊 一定要认识啊 般若的实相 如果不认知般若的实相 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都在虚妄 都在有落法上啊 追求 那么在有落法上追求 如果你是以 人天圣的角度来看 没有关系 为何呢 因为你还在追求人天 人天的这种轮回 在人天里面啊 追求快乐 如果你认为 这就是你暂时需要的 那么你就好好的追求吧 但是呢 佛陀呢 希望你啊 不要得少为主 在佛法里呢 追求人天圣 并不困难 只要将五界实散修好 人天圣呢 很自然得到 以现在大家的这个用功呢 人天圣呢 也都不困难 进而呢 佛陀希望我们呢 出离三界的轮回 当佛陀将这个出世法 交付给我们以后啊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你想追求的呢 是解脱三界的这种 道路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呢 将本来呢 只停留在追求 这个五界 停留在这个 追求人天道的这样的心呢 再往上提升 所以啊 就必须再加上 出离心 愿意呢 出离三界 这个短暂的 这个快乐的地方 那么出离以后啊 在这个生文道里面呢 它能够让我们得到啊 清静 安乐 所谓的涅槃的这种快乐 但是呢 佛陀告诉弟子们说呢 这个生文圣啊 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地方哦 它还没成佛哦 距离成佛呢 还有一半的路程 所以鼓励弟子们呢 除了生文圣的处理以外呢 再加上观察 一切众生的苦 从中啊 起大悲心 各位他为什么不用 佛陀为什么当时不说 用这个博爱的心 或者用大爱的心 而要用这个慈悲 这个名词呢 各位 爱呢 在佛法里面呢 爱是一个直取 它并不是正确的心态 虽然夫妻之间 亲子之间 都会有这个爱 但是爱的主要的成分呢 还是从我所产生 所以佛陀说呢 如果你要解脱的话 必须将这个我放弃 如果我都还是很强烈的直取 那么这要解脱呢 不大可能哦 所以呢 当我们解脱到 开始修行以后啊 接着呢 就要观察一切众生的苦 从中呢 起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心呢 发起这个大悲心呢 愿意帮助一切众生 但是呢 行菩萨道是否是快快乐乐的 难道这个行菩萨道 都是一帆风顺吗 各位 不是哦 行菩萨道啊 反而呢 很多的坎坷 那么在这个坎坷的过程里啊 你要如何维持我们的心呢 能够啊 淡定 而不会因为外在的境界呢 让我们呢 萌生这个退转 那如果你是一个菩萨总心的人 你想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已经具备了 处理心 也升起了大悲心 还差一个什么呢 各位还差一个啊 就叫做空观心 或者呢 另外一个名词 叫空正见 那么这个空啊 空观心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各位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华言字母啊 在唱的时候 普愿法界众生入 般若波罗密门的 这个空观心 但我们去观察 一切众生呢 它的这个相 我们在行菩萨道啊 最容易的产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着相来修行 如果着相修行啊 看到众生对你恭敬 对你虔诚 那你心里就飘飘然 如果看到众生呢 不恭敬 或者看到众生啊 辅逆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好麻烦哦 好困难哦 但是呢 各位 这一些呢 都只是相 它并不是啊 众生的本质 各位 我们刚刚说的 众生的本质啊 是自信亲近心 那么 为什么众生 现在会有这样子的相呢 因为它的自信亲近心啊 被妄想啊 给障碍 给障碍住 所以当它障碍住了 那么它的这个相呢 就会随着它的熏息 而种种的习气 那么这个习气碰到我们的时候啊 它自然会用习气来对待我们 所以遇到这些境界啊 我们要观察什么呢 各位 必须是观察众生的心 而不是观察它的相 就像 《金刚经》有一句话 叫做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无所住 不住于什么呢 不住于相 一切的众生的烦恼啊 都从相上面呢 产生出来 所以 各位 你要行菩萨道啊 一定要了解 先观察 每个众生的本质啊 清净 只是它的妄想 驱使它这么做 在众生的本质 本体来说啊 它有它的苦衷 它有它的无奈 所以呢 当你这样子观察呢 你的大悲心呢 会更加的赤胜 你的大悲心呢 会不舍切众生 因为你了解 众生它会现在这么做啊 它有它的业障 所以观察如此以后呢 你能够啊 不对众生的相 起烦恼 不对众生的相 起执着 那么你这样子 在行菩萨道啊 才能够任运自在 所以各位 当你能够 具备出礼 大悲 以及空观的角度啊 慢慢的从众生的这个相 去除以后啊 再进一步 众生呢 它的这个烦恼啊 从何生起呢 众生现在呢 得现在这个相啊 是五蕴 甲和和 色受响形式的甲和和 再进一步啊 连五蕴的本质呢 都是空性 五蕴的本质呢 都是无自信的 那么到底 我们看到众生的相 产生的这个执着 产生的这个障碍啊 到底在障碍什么 当用这样子 客观的角度 去剖析 去体认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啊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原来 我们在 我们在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啊 都在相上面打转 甚至呢 连我们自己啊 都还不了解 真正的自我是什么 而是都在 这个假象上啊 在这个 里面呢 纠结 所以 当能够这样 透彻的观察 反复观察 既有你自己的出离心 既有观察一切 观察自身 观察一切众生的苦啊 升起大悲心 接着呢 观察一切众生 以及自己 自己也包括在众生里面 观察一切众生的 本体啊 空性 于是呢 升起的这个菩提心啊 圆满 不会因为 种种的明文立养 不会因为众生 种种的分别 也不会因为自己啊 未断尽的这个烦恼 给执着 给障碍 那么你行不撒到啊 容易 忍运自在 所以 还原字母啊 它给我们一个体会呢 当你在唱这个字母的时候 虽然呢 你看不懂 这个字在写什么 又或者呢 某几个字啊 看懂 但是你会觉得 这样子拼凑 目的为何呢 古德啊 特别就是做一些啊 你看不懂的字 让你不要啊 产生分别 你如果去查康熙字典啊 有的字还没有耶 所以呢 为什么这么做 古德希望你 不要去分别它 你就是 好好的畅念 藉由在这个 每个身孕的结合 从阿字 跟后面每个字母啊 的结合啊 产生不同的变化 让你了解 一切法 就是如此 一切法 就是如此的 重组 变化 但是呢 它的原则啊 有不变 因为一切法的缘起 一切法的生成 从阿字开始 最后一切的法的 回归呢 回到阿字中 这个阿又是什么 各位啊 阿弥陀佛的阿字 代表什么意思啊 无的意思 也就是空性 所以一切法 从空性生 最后一切法 回归到空性 这个就是啊 佛法要告诉我们的 这个解脱之道 所以从中呢 希望大家 慢慢观察 既有在跟着 乐众师父啊 唱念的过程里 你有唱了 唱出来了 那么你的这个 口业呢 就造作 新的这种善业出来 甚至是清净的反应 那如果口业没有造作呢 就没有 那就是你的异业上 有造作 如果呢 你的身礼拜 口唱诵 心 专注这样 观想啊 那么你的身口意 完全种入在 华眼的这个 法门里面啊 那么你的心呢 就跟 毗卢之那佛 慢慢相应 卢之那佛 什么意思呢 翻成中文啊 就叫 静满 清静圆满 太神跟啊 这个阿字呢 他的本意 完全相容 大家在唱诵 华眼字母的时候啊 除了你看这个字 不然呢 你就把眼睛合起来 大声地唱 而且心灵地 跟着做这个观想 慢慢你就会体会到啊 华眼字母 一种不可言喻 没有办法 用语言啊 来传达的一种发喜 四十二字 妙陀罗 字字包含 意理多啊 这个多 意理是多多少呢 随个人的悟性啊 能够体会到不同的 今年大家参加的体会 跟明年参加体会 跟十年后参加体会 都会不一样 这就是呢 佛法的伟妙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